主料,西兰花一朵,大鸡腿一个,辅量,油,盐,淀粉,小葱,干辣椒,姜,大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将鸡腿聚骨结成丝,放入碗里加入少许盐和淀粉装拌均匀,烟腻会,西兰花洗净掰成小朵,放入加了一点盐和油的桌中桌水,变色后捞出沥水, 腌好的肉丝放入加了油的平底锅中炒至变色微微发黄后,捞出备用,准备好葱姜蒜和辣椒,热锅凉油,油热后倒入葱姜蒜和辣椒炒香,倒入西兰花翻炒,掉入适量盐继续翻炒,倒入鸡肉丝翻炒均匀,即可,成品,烹饪技巧,因为腌肉时已经加盐,所以我炒西兰花时先放盐, 最后采放的肉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